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哼,连这种道理都不明白吗?拯救世界当然就是成为正义的化身,驱逐这个世上所有的黑暗了 我是蓬莱斯九霄,十六岁,职业是救世主。你没听错,就是救世主。关于这一点,可是有明确的证据来证明的。 从济世的时候开始,我的脑中就会不断地浮现某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。 那些记忆的出现不受意识的控制,只是如同红水一般涌来。 化作教徒的常识与咆哮的凶兽,呼啸而过的枪弹与命运沙场的少女,就像是在描绘一幅朴末世残像。 我尝试过使用各种手段,去确定这些记忆的内容。结果,却一无所获。而不知不觉,眼前这条道路上,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 没关系,我反复安慰自己,这是身为救世之人必须背负的命运。我必须坚持下去才行。 于是我继续只身向前,走了很久很久。 就在我认为自己一定会孤独地背负这种命运,直到末日到来的时候,我遇到了Kiana和牙医学姐,遇到了天命的各位。 天命,是一个从遥远年代,便开始与崩坏抗争的组织。 他们在漫长的岁月中,经历了无数的伤痛和绝望,但却从未放弃。 他们,是这个世界上真正正确的存在。 对我来说,他们是我心中认同的正义。 我们一定会并肩作战,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救赎。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故事。 可是那一天,中世纪欧洲那场对抗崩坏战争的真相,暴露在了我们的眼前。 天命骑士战毛之上净染的血色无比刺眼。 平民们的惨叫徘徊在化为废墟的城市上空长久不散。 天命最终用来战胜崩坏的,不是勇气,不是决心,而是永无止境的杀戮与恐惧。 如果要拯救世界,少部分人的牺牲在所难免。 他们将这样的信条成为正义。 别开玩笑了,这算什么正义。 我旁来四九孝所追求的正义,绝不是这样的结果,而是…… 而是…… 我不知道,我所追求的正义,究竟是什么呢? 不敢讲解这种相同吗? 我只知道吗? 我只是存在手上。 什么东西。